歡迎遊客回流 香港積極推動 夜間經濟觀光 最新的財政預算 增加了44億的台幣 未來預計每個月都要辦一次 圍多立揚港的煙火秀 還有無人機的燈光秀 來吸引更多的遊客到訪 而現在在網路上 還有一種玩香港的方法 也大受歡迎 許多人會大推 落日飛車的路線 搭上敞篷巴士 來一趟浪漫的香港夜遊之旅 東方蜘蛛香港 璀璨的夜景一直都能吸引全球遊客 像搶篷巴士夜景 有深受旅客歡迎 遊客可以選擇不同路線 快速經過香港最繁華的金融商業區 也有殷屍傳統建築的老區等 之前推出80台幣的夜兵分優惠 更是一票籃球 現在非付正價的400到560元 車上有不同的語言廣播介紹景點 而買日間套票 還可以自由選擇在景點下車 適合自由行玩香港 維多利亞港的煙火獸 每次都吸引超過40萬人 在維港兩岸觀賞 想看煙火 不用再等寬年夜或是農曆新年了 港府新一年的財政預算 決定增加約44億台幣撥款 打造香港品牌 包括每個月都有一場煙火會演 以及無人機燈光秀 夜景加上煙花的話 肯定很吸引人 有看到過就是在維港 放煙火的視頻 吸引力還是蠻大 還會增加維港兩岸的海濱活動 餐飲 零售 娛樂等 以上是住香港記者黎靜華的報導